把他變成名碼的話 打勾要能夠顯示 打勾取消 要能夠變回來 有沒有 那這個事件呢非常好寫 主要是 當他打勾的話 就變成名碼 當他打勾取消 這邊密碼 再來底下 會有個事件按下去 1 1 1好了 然後按比對 要能夠跳出什麼呢 比對失敗 密碼不相同 請重新輸入 這個是什麼 Learn dialogue 前面講過嘛 然後 再輸入一次 把裡面的資料清掉 1 2 3 比對 成功 比對成功 密碼相同 大概就只有這樣 所以會有兩個事件 一個事件是 這個事件 一個事件是這個事件 OK 那畫面上面的UI大概就是會有三個 1 2 3 加一個按鈕 一個checkbox 兩個事件 OK 請各位 先試試看好了 也不急著說馬上 要 把它做出來 但是將來我想你們會遇到的狀況一定是 類似像這樣 要自己要把它做出來 那流程的話基本上都差 跟前面是類似的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 那我會沒有 我一定會這樣 稍為